三重的滅門的慘案是震驚了全台灣 凶嫌落網之後手上抱著一隻狗 甚至是連他是被帶入警察局的時候 都可以一路抱著他的愛犬 外國網友看到這個新聞的事簡直是傻眼了 質疑警察在押戒人犯 怎麼會允許凶嫌抱狗呢 如果今天是明星走星光大道抱隻狗就算了 結果連個滅門凶嫌押戒都可以抱狗是怎麼一回事 難怪外國網友會覺得很荒謬 網友就說了這麼一個愛狗的人 一定有教化的可能性絕對不能夠判他死刑 就算如果是一省二省如果判死的話 最高法院就會不斷的駁回 跟四省跟五省跟六省省到法官自動不判死 而再怎麼樣不計萬一真的被判了死刑定驗 那法務部也不會執行 所以講白了在台灣善良的百姓 如果被殺那肯定會死 可是如果殺人的嫌犯那是肯定死不了 所以兇手的人權跟動物的權益 是不是已經高於百姓的人權了嗎 難道這就是蔡英文執政八年之後 現在台灣的現況嗎 費委員 我先跟各位報告 我對警察非常的尊敬 我的岳父岳母都是警察 警察出身的 所以我太太是警察的子弟 我的警察的女婿 我也是警察的子弟 我先要講這話的意思 因為我下面就要對壓解他這些警察 我感到我不瞭解他們 我們在全世界各國 我們不要只講台灣 有犯人可以抱這個寵物被壓解 你有看過這樣子的鏡頭嗎 我就不了解這個壓解他的這幾個警察 為什麼會同意他抱著這個寵物 我真的不了解 然後難道壓解他的那個帶隊的警官 他是非常熱愛寵物嗎 然後這個寵物會被他一直帶到看守所嗎 我真是不了解 這個怎麼會做出這樣子的事情 這個警察平常講 今天既然我們節目討論到這個題目 我是覺得他有必要出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否則大家覺得你在拍誰的馬片 或者是接受誰的指示 或者是你先要把他預設 他有驕傲化之可能 你看他那麼愛惜寵物 代表說他是有善心的 他會認錯的 他是會珍惜寵物的權益 他當然會珍惜人的權益 難道是這個樣子嗎 你要先幫他預設一些 日後可以不被判死刑的狀況嗎 平常講這個我們最後要看最高法院的法官 怎麼去處理這個事情 難道受害人以及老百姓的人權不重要嗎 而且我們現在我要跟各位報告 上個月上個月大法官針對這個 針對死習有沒有違憲做出最後的辯論 再隔兩個多月就要會做出決策了 台灣 這個加害人的人權重要 寵物的權益很重要 難道老百姓權益不重要 受害人的家屬的權益它不重要 尤其是這個寵物不是這個加害人的 這個寵物是受害人它加的 你怎麼會 我真的看到這個鏡頭 我真的覺得我都在搖頭 剛好我們今天節目討論這個題目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曾經有看過任何的一個加害人 一個兇手 所以帶著寵物 你平常講是警察同意他 這樣他才可以帶吧 所以我現在要講 我對警察沒有意見 我對警察非常尊敬 平常講不打仗的時候 警察工作是相對比 甚至跟軍人差不多 危險性是比較高的 但是你怎麼會讓這種鏡頭 再出現在大家的眼線 這個凶險你認為他 你認為他有任何的回憶嗎 跟你太太要錢 跟你岳母要錢 人家不給你 結果當然我講 最後結果是不是這樣 我不曉得 可是你殺了三個人 還跟那個死人在一起 待了五天 然後你最後才逃跑 有人性嗎 我覺得愛寵物的這個鏡頭 我是建議警察 尤其壓解的那個警官 要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這個人凶狠殘暴 我是覺得 真的 我是我們至少在今年看到的 沒有人會超過他 他太過分了 這種人是應該要 也拜託日後的法官 不要再去 或者我們大法官 不要再替這些加害人 再去講什麼好話 說什麼死刑是違法的 是違憲的 真的是這樣子的嗎